再看到老旧的蚊子洞桥农路经过上周县府会刊后 工程进度持续不间断 并且也会在农历年前完工 让居民们能够安心的返乡过节 老旧的蚊子洞桥农路经过上周县府会刊之后 工程进度持续当中不间断 并且也会在农历年节前完工 让居民能够安心的返乡过节 我收工的时候再补嘛 可是新水泥还是要有 阳户期 阳户期也要有20天 我可能半半断施工的时候 有可能这边如果航管跌好的话 我这边已经会先灌 如果那边因为太多重测压 所以说围段一定要最后面再灌 不然灌了也是被他们压到破损 因为海葵台风的影响 导致河道水量过大冲刷桥梁的基础 而为了要确保民众通行的权益 同时也向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数协调申请 取得了同意在下游处施作临时的替代电道 应该预计下个礼拜就会进场韩管 几只韩管就是只会进场 下个礼拜差不多十几只应该可以进场 因为韩管他们材料制作比较慢 一天只有两只 我是联络两只要常常可以制作 变道西里路段埋设RCP管保留通红断面 并且以蒋切快时收边避免基础冲刷 另外也设置了防撞杆等安全的设施 并同衔接既有道路全面整修 已经在112年的12月29号开工了 预计农历年前2月份就会施作完成 记者高松双护理箱采访报道